一定要把清潔做好 像因為臉部大家都會很在意 其實都會忘了頭皮這件事情 其實你的頭皮不乾淨 其實很麻煩 我今天其實就 還是用洗頭髮 來幫維琳解決這件事情 她透過洗頭髮 可以養護你的頭髮 淨化你的頭皮 還順便洗髮做SPA 還可以動五天嗎 要嗎 不管你的商品多麼厲害 也不是要動幾天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年代了 但是我是每天洗的人 可以每天洗嗎 可以每天洗 它洗完就可以讓你恢復 你原來你頭髮 想要的那個蓬鬆的效果 好的 好不好 這樣你剛剛講的 那麼多個步驟是要好幾瓶嗎 沒有 它在一瓶裡面 就有這麼多東西 好喔 好 我今天要幫維琳 這個蓬鬆的液體皂 它是用手工皂融成液體的 所以它保有了 它沿用的就是傳統手工皂的 有天然的成分 還有滋潤 還有環保 待會兒等我起泡之後 我再一一來跟大家講 它裡面有多少成分 你洗一次 就可以讓你完成這麼多道手續 我們以前印象中的液體 都長這樣子對不對 對 蹄膚 真的 以前早期是用這種蹄膚 洗衣服 它就用這個 阿嬤都在拿這個去洗邊 它就是用這個 所以它保有它原本手工皂裡面的 就是天然的成分 還有很滋潤 再來就是它環保 那就是大家看到這個金色的 它是利用了十多種 就是天然植物 金油 譬如說像黃金的摩洛哥堅果油 還有黃金紅白油 精緻而成的 它是它的基底 我們先來起泡 那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滋潤 我剛剛有講嘛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洗頭髮 來幫你滋潤你的頭髮 再來就是淨化頭皮 好香喔 這邊都聞到 金展花就是蓬鬆洗髮露 再來第二個就是它可以 有一個草粉 日本頂級的草粉 胺基酸 洗完之後會讓你的頭髮蓬鬆 光澤 需要 我們這個氣頭很需要蓬鬆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讓你的頭髮有光澤了 我們剛剛不是說 你可以有做SPA的感覺 對 它用了三種頂級的精油 有依蘭依蘭 還有甜橙跟金展花 最後就是它有一個重要的關鍵 頭髮要蓬鬆 一定要夠有韌性 然後強勁 所以它加了 最後就是它可以 養護你的頭髮 跟淨化你的頭皮的草粉萃取 就是合手污 跟人參 跟群麻 所以你看 頭髮也洗了 頭皮也淨化了 SPA也做了 而且你看它在洗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滋潤 它完全不會讓頭髮在洗的過程中 有任何的糾結 沒有 的問題 它都沒有打住的感覺 舒服嗎 很舒服 好 我們要沖水了 這麼快 對 耶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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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換了一個人嗎 好 準備好了 怎麼會差那麼多 我已經甩 甩下去了 妳還滿有氣質的 對啊 所以你看其實 剛剛的前面跟後面 剛剛怎麼了 頭髮沒有光澤跟沒有蓬鬆度 其實就差很多 所以其實是比較好 剛剛有點噁心 可以知道嗎 為什麼那個頭髮蓬鬆度跟油度 會覺得有減靈的感覺 其實頭髮要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它自然的光澤 其實你只要透過簡單的吹乾 它的光澤 你看它光澤 你看透過鏡面 你看 就剛剛那一瓶 你沒有用什麼護髮洗髮的 沒有 就洗頭髮而已 只有洗頭髮而已 洗頭髮跟簡單的吹整 就吹乾 所以其實是這一瓶洗髮露 就是這個液態的洗髮露 它裡面的基本的成分 其實已經很足了 它已經經歷過了四成 就四成的修復 所以你在洗髮 你不頭髮的話 你在洗頭髮完 其實它就幫你完成了 你洗髮 養髮 還有淨化頭皮 所以那成分其實真的太厲害了 可是我是每天洗頭 然後每一次到換季的時候 我會比較敏感一點 我可以每天洗 它可以每天洗 而且它這個系列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它是針對油性頭皮 弱髮的 它是薰衣草的味道 剛剛是金斬花的味道 另外那個它是薰衣草的味道 所以大家就會很好辨認 因為它的長相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給頭皮特別油 然後掉頭髮特別厲害的 對 落髮的人 需要薰衣草 薰衣草的人 它是咖啡因 就是它裡面的成分 有一個咖啡固 洗完之後它會幫你 把油脂控好 那再就是金斬花 它可以讓你頭髮洗完 感覺就像維林一樣 可以這麼蓬鬆 因為頭髮很有彈性 真的 只洗個頭髮 你看我黏甩頭髮 因為你頭皮整個 好有彈性的 我現在的頭髮這個髮根 是鬆的 感覺真的像做完齒吧 好 這一瓶蓬鬆洗髮露裡面 它大概有十多種的植物油 像蝦蝦油 還有某個堅果油 它現在在藥妝裡面 都正在熱賣中 我覺得它是傳統手工皂的 升級版的 好耶 好的 OK 謝謝大家 每天透過洗頭 做好體力清潔跟護髮的工作 才能保持髮根蓬鬆又有彈性 養成一頭又柔又亮的女神髮